你也躲在那裡 我告訴你 在那裡 他是說那個錢包不是你的 你不敢拉 59歲王姓男子被警方抓到 在公園裡劇賭 不過他不願意配合 甚至還標罵一串髒話 百姓小孩 除了標三字經之外 他還怒罵圓警百姓小孩 當場被好幾名圓警抓住 來 手靠 我來跟你說 沒有啦 她抓我 王姓男子還想辯解 說是在罵自己的朋友 不要用 你們現在 你不要再殘餘了 不要殘餘 一旁有人想要幫他解圍 但是說說口的話哪能收回 也全被圓警給拍下來作為證據 南投市長不刪斷 萬幸子有賭博的情勢 警方到場以後 要盤查王姓男子的身分 那該男子居不配合 並對圓警嗆家口出惡言 南投縣這一位王姓男子 今年3月下旬 在被警方盤查時情緒失控 我真的要去盤查 我真的要去盤查 脫口收出不只一次百姓一納 不過這可讓他被侮辱公務員 以及公然侮辱送辦 台語裡面是說 他跟我們一般來說的郵寄海 其實不一樣 他是我們懷疑說的正虧 古早人說百姓就是現在說老化 老化之後你的性功能也慢慢的減退 雖然王姓男子有坦誠犯行 不過沒能跟兩名圓警達成和解 若罵三字經和百姓一納的代價 就是四萬元罰金拘役四十天 先前網路上流傳的罵人價目表 罵人更年期到了判賠兩千 頭腦裝飾判賠五萬 這一回有不少網友笑稱 又要再增加一句百姓的台語彩繪 一請替大家開口之前 賢三思 TVBS新聞成家櫃裡 蔡南投常報導 好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